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个子娇小 55岁还扎着羊脚便 穿着迷迷裙 却在5年之内将公司市值做到800亿 她没有孩子 去世后不久 一个风水师声称是她的男友 拿着她遗嘱要争夺巨额遗产 她就是香港第一富婆 公如新 说起她 可能现在许多人都不太了解 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 她的名声可谓是响彻南北 上世纪90年代 一则劲爆新闻响彻东南亚 55岁的香港女首妇 公如新脱光衣服 玉体横尘 躺在33岁的男风水师面前 任由其开光作法 谁知 风水大师功夫太过邪性 一发功 女首妇就受不了了 两人竟缠绵起来 密室之内 传出一阵阵急促的勇额声 法事达到了高潮 完事以后 女首妇拿出一张几万港元的支票 给南风水师作为按摩服务及风水咨询费 女首妇这般卖力配合做法事 是为了让风水大师 帮她找回自己失踪了两年的丈夫 那个最爱她的男人 在公如新11岁时 这个男人 不 男孩 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 那是1948年 14岁的男孩 王德辉 从香港回上海度假 见到了昔日青梅竹马的小妹妹 龚如新 不经小鹿乱撞 而热心跳 有了别样的情愫 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 龚如新的父亲 龚云龙 在英国大公司ICI 尤其公司任职 而王德辉的父亲 王廷兴 正是ICI的代理 两人工作交集较多 虽成好友 龚如新和王德辉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 因为彼此的存在 而度过了并不孤独的童年 即使后来分开 两人依然保持红艳传输 一段恋情 就这样悄悄发生了 然而 就在两人品尝着初恋的美好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从天而降 龚如新的天突然塌了 1949年春天 震惊一时的太平伦事件 造成900多人遇难 其中 坐在头等舱的龚云龙 也葬升大海 自此 龚家的天塌了 失去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男人 龚如新 瞬间从千金小姐 变成了落难公主 好在王德辉不离不弃 继续保持书信往来 虚寒问暖 两人感情进一步升华 1955年 龚如新前往香港 投奔王家 想靠实力上位的他 原本打算继续读书深造 改变命运 不料 还是落入了 嫁入豪门的俗套 龚如新18岁生日时 21岁的王德辉 带着满满诚意 向他求婚了 很快 两人修成正果 龚如新 终于从 失去一个男人的痛苦中 走出来 和这个替他 遮风挡雨的男人一道 迈入了新的幸福生活 可豪门媳妇 哪是那么好当的 尤其自己 还是个落魄户 公共婆婆 自然没什么好脸 可这让深爱 自己妻子的王德辉 很难受 他不愿妻子受委屈 最后决定 从家里搬出来 自立门户 为心爱的妻子 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 很快 王德辉带着妻子 开创属于自己的公司 华茂之业 两人先从代理西药 化工原料开始做起 刚开始创业 王德辉一个人顾不来 又不想让妻子 一个人待在家里 就拉着龚如新 一起工作 他将公司的大小事情 事无巨细 一点点 手把手地交给龚如新 而龚如新 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 认真学了英语 和公司运营流程 小夫妻俩就这样 慢慢将公司 发展成一家 可以代理世界 著名品牌的公司了 随后 两人开始关注 还不是很景气的 地产行业 龚如新觉得 接下来 这个行业 肯定能奋发出 巨大的潜能 1967年 香港发生 六七暴动 不少有产阶级 都纷纷抛售产业 移民海外 房地产暴跌 王德辉和李嘉诚一样 瞅准时机 抄底购入大量地皮 并且以香港普通居民 为目标群体 在市区边缘 选用价格低廉的建筑材料 修建中小型住宅 并实施按揭方式 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 生意很好 华贸业务 涵盖了购买地皮 房屋建筑 房产销售 物业管理等 整个行业的各个环节 形成了一套独立闭合的产业链 闷声发大财 随着香港经济迅速复苏 房地产再度新旺 王德辉和李嘉诚 等一大批房地产商 身价暴涨 到1975年 王德辉夫妇公司 年盈利就已经超过 7000万港元 成为当时香港 数一数二的私营地产商 连赌王 何鸿燊 都忍不住 给王德辉夫妇点赞 他们做地产 很有一套 他们认第二 无人感人第一 王德辉和龚如新 就这样低调地 做成了行业第一 成为了香港的顶级富豪 住进了太平山顶的豪宅 然而 太平山顶并不太平 他们被人盯上了 一次散步 王德辉被绑匪 突然出现了一群歹徒 绑走了 对方对龚如新说 如果想要丈夫 平安无事地回来 拿1100美金来换 龚如新被吓得腿脚发软 回到家 立刻按照歹徒的要求 把钱汇了过去 很快 王德辉就被放了回来 夫妻俩也被吓得够呛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 两人出行都带着一群保镖 倒也相安无事 眼看着日子过得风平浪静 也没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不久 王德辉决定撤了保镖 王德辉节俭习惯了 看着这么多保镖 总是能想起 被花掉的那一大笔钱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保镖一撤 他的命也没了 1990年4月 王德辉结束 跑马地马会的 避求活动 回家的路上 再次被绑架了 两天后 龚如新接到绑匪电话 被索要天价赎金 这次 龚如新 在4月25号 才向劫匪指定的银行户头 存入了半数赎金 2.6亿港币 还请警方介入 谁料 这次的劫匪 更加狡猾 很快将首款 全部调往台湾 王德辉 却没能再回来 音讯全无 王德辉失踪后 龚如新 曾好长时间 动用各种关系巡夫 他飞往台湾 请求前台湾国防部长 郝伯村帮忙 奔赴印尼 泰国 寻找各路高僧 指点迷津 豪致2000万美金 给参与绑架案的马仔 只为买一个 不知真假的消息 方便全香港的 风水大师占卜 他让家里的保姆 每天把丈夫的房间 打扫得一尘不染 摆设都跟丈夫在的时候一样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丈夫迟迟不归 华帽却不能没有掌柜 当女人无路可退 她也就坚不可摧 龚如新 从此从后台 走向了前台 也许命中注定 这个女人 是要创造传奇的 如果丈夫一直在 相比她们一生 都会情色和名下去 她只要做好 丈夫背后的女人就好了 但王德辉失踪后 华帽不能没有掌舵者 龚如新从王太太成为了 华帽集团的新任主席 华帽从此进入 龚如新时代 也许是龚如新运气好 也许是她本身 就是经商的天才 上世纪90年代的 华帽 在龚如新带领下 站在房地产的风口 市值迅速增长 财大气粗的华帽 除了房地产外 又开始经营酒店 商贸和娱乐电影等领域 投资的范围遍布国内国外 其手笔之大 眼光之准 让很多一直在商场 厮杀的男性 都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 即使每天工作到 凌晨两三点 但是第二天早上 依然能准时到 公司办公室上班 她有句名言 曾颠覆了人们 对富豪的认知 我根本没有 空闲时间可以花钱 工作本身就是 最好的消遣 短短五年 公如新就将华帽集团 从市值100亿 提升至800亿 公司价值 远远超过了 王德辉在的时候 一时间 她成了香港的楼宇皇后 财产在香港地产界 排行第四 是香港的女首富 她是香港人心中的 神奇女侠 被称为华帽小甜甜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拥有如此财富 公如新在丈夫死后 依然保持着 抠门到家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个人消费 不超过3000元 不买名牌 自己剪头发 穿几十块的衣服 不过 市市抠门的公如新 在丈夫失踪后的第四年 赤资100亿 在香港新界 建立一座 如新广场 广场面积三万多平 广场上有两栋大厦 分别以丈夫 和自己的英文名秘密 左边高一点的叫 Teddy Tor 王德辉英文名 是香港新界第一高楼 右边低一点的叫 Nina Tor 公如新英文名 两栋大厦之间 还有一座天桥连接 让两座大厦 首牵手 本来 公如新是想把大厦 盖成520米 减108层的 象征佛教中 切断人事间的 108种烦恼 不过 最后因为妨碍了 飞机跑道 最后只能降低 楼层高度 执念的公如新 曾不死心 花费巨额资金 请香港最贵的律师 与香港政府 打起了官司 最后败诉 象征丈夫的大厦 只盖了318米 因为打官司 耽误了时工 最后 如新广场项目 光逾期的费用 就多交了5.6亿 有些时候 人不是抠 抠是因为觉得不值 觉得值的事情 你要他的命 他都愿意给 2007年4月3号 公如新 因卵巢癌去世 他留下了830亿遗产 无人继承 因为他与王德辉生前 膝下无儿无女 所以成立了华贸基金会 全部用于投资慈善事业 他也因此获得了 中国慈善排行榜 终身成就奖 丈夫去世后 公如新 也曾好长时间内 走不出来 以至最后性格大变 从以前朴素低调的 豪门阔态 到衣品和发型 另类的华贸掌门人 他到底受过多少 非议和刺激 以及他到底是真疯癫 还是假借疯癫外表 来掩饰内心 真实想法 保护自己 我们也更无从得知了 他的人生 以王德辉失踪 为分水岭 前半截甜蜜 后半截苦涩 过得绝对是 两种截然不同的滋味 为了脱离人生苦海 他包养一线男民心 与香港第一风水大师 一起做按摩 公共为了争夺家产 伪造遗书 直到去世前一年半 香港终审法院 才宣判公如新胜诉 总之 后半截的人生 一地鸡毛 鸡飞狗跳 最疼他的人 也一直没有再出现 造化弄人 人生无常 公小姐的一生 让人惊叹 也让人唏嘘 弥留之际 他叮嘱律师 我死后 用丈夫王德辉的名义 发布布告 还拉着秘书的手 叮嘱 一定要继续找王德辉 一直找到2015年就好了 因为那是他们俩 钻石婚的日子 直到最后 这个痴情的女子 还在坚信丈夫没死 有一天一定会回来 有传言说 就是因为他始终记挂着丈夫 希望自己能留住年轻时候的打扮 等丈夫回来了 就能一眼认出他来 从1990年到2007年 公如新一个人生活了17年 也坚持了17年 试问 这样一个坚强的女人 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 这样一个在事业上散发魅力的女人 穿着迷你裙 扎着小辫子 笑容可拘的女性 难道不值得人们敬佩和心疼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